铛枪有力的古典 灵动矫健的动作 这些精彩的片段来自于去年上映的《熊师少年》 故事以三位少年学习武师的经历为主线 为观众讲述了一个燃情励剧的故事 而现实生活中 熊师少年的热血故事 也在厦门上演着 伴随着音乐 三只小狮子跟着影视园的绣球摇头摆尾 腾挪跳练 为妙为俏的动作净显汉太可爱 他们就是来自于祥安区正版小学的《熊师少年们》 正版小学的武师主要是以北师为主 北师毛特别长 北师偏向于一些憨太可居的一些表现 以及表现一些啃 铁 挠 抓的这些 还要以和绣球互动两只狮子 三只狮子之间互动为主 山披狮囊 戴上狮头 完成这一整套表演后 学生们已经大汗淋漓 李教练说 别看着狮身不大 但一个狮囊的重量都在五斤左右 狮头有四斤重 全副武装后的表演 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刚开始第一次拎的时候会中 会 而且你们是不是要一直举着它 对 而且还要用摇的 如果说北师展示的是狮子的矫健气势 那么武龙则是在长龙飞跃间 表达出了豪迈和风采 正版小学 武龙队 首先是女队 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厦门市乃至福建省 成立的第一个中小学的竞技女子武龙队 正版小学的武龙武士校队共有50多人 队员都是三到六年级的学生 而这些孩子大都是进程务工人员的子女 这项传统运动不仅给孩子们的少年时光 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更让他们在全市展露头角 在近期举办的2022年 厦门市青少年武龙武士锦标赛中 孩子们就在117只校园龙师队伍中 拔得头筹 那你们的比赛结果家里没人都知道吗 知道 他们怎么说 通过很多人都说 他经历了就好 走路都带风的 刚开始练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累 刚开始我还以为 然后后面觉得这个很有趣就可以了 只要你喜欢 只要喜欢 对 这项传统都热爱 只要勇于尝试 他就会有回报 五龙武士呢也是象征的一个 一个是团结 一个是精神 志强 忠义 从理的一个精神 刚好呢 也是让我们小朋友们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的会更深一些吧 就是说这群孩子真的挺厉害的 小小的身躯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把这个五龙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 那后续我们想要 开发一个校本课程啊 让更多的孩子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记者蓝蓝 黄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